另外一個名詞叫做泉水 泉水 下面這個圖不用管它 下面這個圖不用管它 那個是我多講的 你只要看上面這個圖就好 這要泉水 泉水是自己湧出來的 你不需要去挖它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挖它 就是這裡 這裡 水自己會流出來 不用往下挖 要往下挖的是井水 井水才要往下挖 對自己流出來 自然湧出礦泉水 那個不用挖 那條方法是 條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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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地下水面如果高出地面的話就會形成泉水 地下水面的話就會形成泉水 這是泉水的意思 所以舊課本有這張圖 所以舊課本有這張圖 給你顯示寶核帶 跟不寶核帶 然後呢要挖到寶核帶 才會有挖得到水 然後呢 考試題目 就是畫一張圖 就是畫一張圖 畫極頭頸 然後問你 誰挖得到井水 就是有挖到寶核帶的挖到井水 那要黃川老師考過 我也考過 在旁邊 在旁邊 標階數字 標階數字 然後就問你要挖多深 如果陸地的地方是50 陸的是50 這個寶核帶是30 可是你要挖多少 30 你要挖20 這樣子 可以加上這裡 然後呢 中間這個就是叫做地下水面如果高出地面就會形成泉水 地下水面如果高出地面 那就會形成泉水 所以就是要 跟你講泉水的 跟你講泉水的意思 最後一個是 補充 我們剛剛講過地下水的補充只要靠誰 靠雨水 那麼 雨水比較多 當然水 就是有人考試問你 什麼情況下地下水面比較高 就下雨下的多嘛 下雨下的多 那除了雨水之外 除了雨水之外 還有一些因素呢 會影響到地下水的 含量的多少 水面的高低 有這些因素 這是考過的 考過的是你用 第一個是用嘗試就知道了 第二個呢 有幾項很難考 大概只會考個比較容易考幾項 有氣候條件 有坡度 地表直批跟 延塵孔隙 就是剛剛 就是有沒有下雨 有沒有下雨 可是畫圖的時候 很難表達氣候條件 除非在圖上註明 這個年雨量50公里 這個年雨量500公里 這樣才能看到氣候條件 所以很難表現氣候條件 但是很容易表現地面坡度 坡度比較陡 雨水容易流量 就不容易有地下水 地面比較平 雨水就容易滲入 所以就比較會有地下水 這很容易畫圖 就畫兩個 一個比較平 一個比較陡 就問你誰比較多 就比較平的地下水沒有比較高 地表直批 也很容易考 就是有沒有樹 如果有多種一些樹 樹會幫我涵養地下水 所以圖上面就是一個光凸凸的 一個有樹的 然後問你誰地下水面高 就是有樹的地下水面高 再來就是岩層孔隙 就是剛剛講過 地下水是儲存在岩石的孔隙當中 所以要岩層孔隙多的 會比較有地下水 砂岩 砂岩孔隙比較多 所以砂岩 可以儲存地下水 葉岩因為本身顆粒很細小 接得很緊密 它會形成不透水層 所以葉岩就會沒有辦法儲存地下水 這個 也很難用畫圖來表示 除了用寫的 說左邊叫做沙岩 右邊叫做葉岩 然後你才會知道說 誰孔隙多誰孔隙少 所以呢考試有考過 就畫一畫坡度 畫一畫地表直批 然後問你說誰的地下水會比較多 就挑那個 比較平的 跟比較有種樹的 它就會比較多 就是有關於跟你講解 最大的重點是 前面講的那個 地下水體 地下水面 飽和蛋 要了解挖到哪邊 才會挖到地下水 其他的幾個名詞 看一看 了解什麼叫泉水 大概知道一下 一些補助的影響因素 就可以了 這就是 我們這一段內容 OK OK